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12日 碧尔包闷斗马略卡 周日凌晨,西甲第四轮继续游比赛进行 届时碧尔包主场对阵来访的马略卡 两队开季均保持不败,碧尔包善于主场吻食 而马略卡两连胜状态,也相当不俗 此一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闷战成和机会大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碧尔包开季三场保持不败,其中不乏主场B和巴塞隆拿 而上一战更是凭借伊拿基,威廉式的入球课场战胜切尔达 虽然球队入球不多,只有英尼高、马天尼斯和伊拿基 威廉式分别取得一个入球 但是后防整体表现出色,三场比赛仅是一球 这里多得一队后防中间英尼高、马天尼斯和丹尼尔 维宇恩配合默契的防守,加上门将又西蒙几场高阶抵挡的神奇表现 而金仗面对的马略卡同样失球数为一个 如果双方进攻端都无法取得突破,大有可能展现出一场闷战 最后各取一分 阵容方面,后卫尤尼,被基杰因伤眷勤 马略卡新赛季开局颇为顺利 上一仗主场击败同样是升班马的艾斯宾奴后 斩获两连胜,球队士气大幅提升 此外近十场各项赛事赢足八场,状态十分火热 马略卡经济引员非常实惠,上赛季表现出慢热的问题,经济有所改善 得益于本赛季保留了较为完整的阵容,而且又在后防与中场做了补强 尤其得到李康仁和从黄马租建而来的九宝剑英,令球队进攻上更具多样性 九宝剑英现实还是日本国家队绝对中场组织核心 马略卡由他来梳理和派牌,中前场更具威胁 作为上赛季西一冠军,金季西假开局如此理想,球队目标当然想更上一层楼 不过本轮马略卡的对手比尔包也不容小,与其交手往往占不到便宜 此番出争课场,马略卡至少借势力保不失,双方很有可能难分高下 阵容方面,前锋弯组,落底股斯商缺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